各位好朋友还有我的学生们 欢迎来到洛芬美的历史课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属于台湾史的部分 就是说日本统治台湾的时期 整个医疗制度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 我想我们今天尤其在这种 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期间 我们会觉得住在台湾是一个还蛮安心的事情 其实都是这些先辈们 他们的努力所给我们带来的成果 所以我觉得我们学历史 我们谈历史 其实我们就是学做一个感恩的人 我之前有让我的学生来对这些传教士们 这些西方医生们说声谢谢 因为我们在这一个系列里面 有讲到有关台湾早期的这个病痛 还有他们的治疗的方式 那我之前就花了几个单元 来跟大家介绍 西方的医疗怎么样进入到台湾 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些当年的这些传教士 马亚各啊 我们上次有提到说 马亚各是在1865年5月28号 从高雄就是打狗来进来台湾 然后就在这个创立的第一个新医院 就是后来的这个新楼医院的前身 那我们也介绍到了马亚 他是在1872年的3月9号登入淡水 然后就成为今天马亚医院的开创者 然后我也介绍了那个 那个南大卫医师是比较后面才到 因为他到日本治理台湾之后 他才到 那我们学校的这个名字的由来 刘云传 他当时也有设了一个西市的一个 那个算是医院吧 在台湾的台北的那个 现在那个青岛东路湾学的那个地方 那个以前叫做考棚 就是给那个学生考试的 就是你要考科举 你在台北府就在那边考试 就在那边设一个医棚 一个医院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也来看看 那在日本统治台湾之后 那怎么样把这些西方的这些医疗 引进到台湾 首先呢 我就给大家一个概念 这是在我的这个被混淆着台湾史里面 那我有一篇就写到台湾的医生 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经常就说 医兴就是医生 医生不就是医师吗 事实上这两个是不一样 在日本统治时期 他们认为这些汉医或者这些西方的养医 那是医生 可是日本总督府自己认可的医学校 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才叫做医师 所以医师不是医生 这个是我在这边跟各位特别理清的 那等到日本统治台湾以后呢 那我们知道早在这个1874年 牡丹丝事件 然后当时呢 就有来过台湾进行这个调查报告的这个第一任总督 叫做华山之计 这位是华山之计 就是台湾的第一任总督 然后另外就是第一任当时的民政长官 就这一位 这叫做水野尊 那他们两个本来就都对这个台湾的卫生条件 很理解 然后加上那个台湾同志初期 日本真的是饱受传染病之苦 当时就称台湾叫鬼界之道 所以日本觉得说 你要来就是领友台湾 那你必须要在疾病跟医疗卫生方面要好好的做 因为这个是决定你在台湾的同志 能不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然后在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医学出身的这个后腾新平 他在1896年的时候 他就讲过一句话 他说医疗是同志台湾的策略之一 看起来好像心术不是很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讲的是一个白话 就说就像前面两位 那个华山之姬跟水野尊讲的 就是你要统治台湾 那你知道人类最大的弱点就是疾病 那你只做一个要来殖民台湾的人 那尤其这个日本本身 他并没有像西方的那种宗教 不说上帝这种 在日本是没有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 那我就是要透过这个医疗来治理台湾 所以在日本统治期间 尤其是初期 就日本的医疗人员跟他的医疗体系 就很像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士跟教会一样 等于就是整个日本治理台湾的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重点 然后这一位是台湾总督府的这个学校的 那个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校长 这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他 这个三口秀膏 他就是在这个1899年 就是这个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开学典礼上面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日本人来台湾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医术 就是说因为他说日本是透过医学 然后接触到世界的文明 所以如果你能够善用医学医术 那就是说你在台湾的这个治理几十年后 一定可以得到惊人的结果 那这个三口秀膏 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抱负的一个医生 那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来介绍一下 他的事迹给大家认识一下 那我们知道日本的禁卫军 是在1895年的5月29号 他们是从奥迪 从奥迪这个地方登陆 就是这个奥迪 他是从这里奥迪登陆 那有关日本统治台湾的这一段 就是他们登陆这一段 我们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来聊 那我们知道他没有选择从淡水 也没有选择从基隆 而是从奥迪登陆 那等到登陆之后呢 他们就很顺利的就进入了台北城 那进了台北城之后呢 后来他们就宣布 在6月19号的时候就宣布组织了这个卫生委员会 然后在6月20号 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大日本台湾病院 是在台北城外的这个大道城建立 也就是现在台大医院的前身 那这个他的院子到底在哪里呢 大概照这个庄永明老师的说法 大概就是在今天的这个贵德街 贵德街 还有这个南京西路西陵北路之间 大概就是这一个的位置 叫做大日本台湾病院属于陆军省军医部管辖 那我这里附了一个照片给大家 这是现在大道城的贵德街 我们知道他的路 这个街很特别就是路很小 那你知道这个是当年很重要的一条街 因为贵德街的后面那边 在早期那个是淡水河的这个河域 所以贵德街这里早期 他们就是会有做一些茶运出去 那那个游民船就把这个地方贵德街 就规划变成一个外国人的居留地 所以这个地方很特别 那他们的那个大日本台湾病院 大概就设在大道城这一条街的 跟那个南京西路还有西陵北路之间 就是这一个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中营的那个地方 那他其实算是一个官方社的医院 可是他其实只是住一个民宅 稍微修缮一下 做一个野战式的医院 那开始创立的时候呢 日本政府就派了医师10名 药剂19名 还有护士20名就来台湾工作 那一个年代就1895年 而且他们日军来台湾5月 5月底到 然后我们知道他进入台北城之后 然后接下来要一直往南的时候 我们的反抗军就非常的跟他对抗 对抗 所以他们一路下来 尤其又开始碰到台湾的夏季 对来自这个温代寒代的日本人来讲 他们真的非常的受不了 那我们知道那段时期 台湾就所谓的台湾民主国 然后大概就一直反抗一直反抗 所以我们都说民主国有4个多月 其实那个是因为太热了 那日本人就决定就是留在新竹 然后等天气凉一点 然后再往下走 那有关台湾民主国的历史 这一段我们后面再来跟大家聊 好 那我们这里就讲说那个时间 台湾的这个霍乱灭吉红利 然后这个伤寒肺炎 长眼脚气病 这传染病四面 所以在台湾那段时间里面 台湾人民号称死了1万4千多人 就是这个反抗军跟日本在打 这叫我们称它叫一味战争 我们历史课本都只读说什么甲午战争 其实甲午战争不在台湾打 可是日本人进来之后 在台湾这一个就叫一味战争 那就是在台湾这个 台湾反抗军跟日本抗的这一段 那日本战争死亡的有4千 在整个这个军人死亡的 军人死亡的是4806人 那其中战争死的 就是真正战争死掉的是164人 所以不是战争死掉的 有达到4642人 这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说 那个台湾张艺之地 日本说这什么鬼岛啊 就是说他们来台湾病死的比战争还多 所以我跟大家聊过说 有一部电影叫做 关键的1895 它里面就有萤幕 镜头我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有一个小兵 然后快要死的时候 他交代这个军役 说你记得 如果有看到我妈妈跟她说 我不是病死的 我是战死的 你日本人的爱面子 怎么可以被蚊子给咬死呢 就是有这样的情景 所以你就知道经过这些教训 日本人就知道 这个台湾太需要医疗的建设 那日本开始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 这个生病死亡的 生病太多了 所以他们就把很多庙 就把它变成也在医院 像台北的天后宫 现在没有天后宫 就现在那个台湾博物馆 在228公园那边 还有文庙 文庙就是今天北英女 跟法院大厦一带 就早期的文庙 另外像台南的赤坎罗 都是被改成这个 未需医院就是这个 战争时候用的 然后到1896年的5月 先后台北台中台南 三个地方 就都有开设医院 然后这个台北台湾病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大日本台湾病院 那因为他是 就是开始就是 就是有陆军军部就 把他移到交到 属于这个台北县来管辖 就改名叫台北病院 就是由我们刚介绍的 那个三口秀高校长 由他所负责 那我们先稍微的 顺带提一下 就是那个医院 后来到1898年 就签到我们现在的 台大医院的县子是 中正区常德街一号 就是台大医院总院的西指 那更名就叫台湾总督府台北医院 那到1912年就开始把它整建 变成文艺复兴风格的热带式建筑 那在1921年完工 是当时东南亚最大型最现代化的医院 那到1928年4月1号 成为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附属医院 那1945年就改为国立台湾大学医院的第一附属医院 那原来叫日次医院 就现在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中心院区 是第二附属医院 到1947年因为台湾光复了 就改为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950年那个富士年校长认为 附属医院是日治时期的名称 所以改为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那刚刚那个我们就是把台大医院 我就顺带把它整个历史跟大家交代 那我们知道除了医院之外 那你医院你都要派人派医生来 那当年要从日本派这么多的医疗人员来台湾 我想也是有困难 所以后来就成立了今天的台大医学院 这是在1899年成立的医学校 那这个是对台湾影响非常大 就是开始培养台湾的医学人才 那这个是当年是在1896年4月 就是他治理台湾的隔年 因为他1895年 那当时是担任日本内务省卫生局长 兼台湾总督府的卫生部门的后腾薪品 他当时就认为台湾需要培育日本人认可的医师 什么叫日本人认可 因为台湾本来就有医生啊 为什么要你认可 他就说我们要培养一个我们认可的医师 这就提出我们来就是说建议说设立台湾总督府医学校 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接受 日本觉得说为什么需要不用嘛 殖民地嘛 干嘛要养他们人才不用吧 好 根据1897年的统计 当时台湾的人口大概是258万7688人 那如果用这样来计算呢 发现说要每平均钱要每2418人 才能够拥有一个医生 2418个人才能分配到一个医生 那这个医生就包括土人医 土人医起就是指本地医来 因为日本人都把当时台湾人叫土人 土人医 汉医跟养医 那也就是说总共大概有1070名医生 这样平均算起来 所以这个人力实在是太少了 那尤其那时候 因为战争带来的伤病跟传染病 真的是没办法应付 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日本人 对台湾的医生 其实是很鄙视 而且是很怀疑的 像厚藤欣平就是说 台湾的医生勉强称得上够资格的 懂医术的 他说大概只有3成5左右吧 他说其他6成5大概根本就是烂语充数 那另外就是这一位就是第一任校长 三口秀高 他就说台湾本岛所称的医生 他说可能连生理病理是什么都不懂 你不认识字 那他们只是跟患者乘数 然后做一些草根树皮给患者服用 他说有点像日本的卖药 卖药郎中一样 所以他觉得这样对台湾的危害 会很可怕的 那我们知道三口秀高本身是一个 医术很高 然后影响性很高 以他当时来看台湾的 原来的那些医疗条件 他眼中可能觉得 哇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直极力想 在台湾好好办医学校的原因 那在日本同志到1905年 在一本这个桃园厅字里面也有记录 说那时候台湾大工的医生 说有自称医生的 就翻阅那种年代很久远 发黑的药剂书 调和一些什么木皮草根 可能连药的性理什么都不知 何况是病理 那我想以日本当时的医疗的水平 来看台湾 有这些批评我想也不为过吧 然后到1896年的5月 那台湾总督府就发布了一个叫 台湾医业的规则 还有台湾公医规则 另外就是有制定的叫做 限地开业医的规定 因为那时候他基本上就是 还没有打算要办医学校 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先设定好一些 日本觉得自己比较可行的办法 那刚提到一个公医 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说后腾欣平说 日本要统治台湾的方式就是要用医疗 所以他们就用公医这种方式 那公医跟西洋传教士大概有相同的任务 他们可能要对台湾的社会提供像医疗 还有怀柔的民众 还有帮助日本统治政策的扩展 那他们掌管卫生行政 就是跟一些掌管卫生行政的警察机构合作 来推动他们叫卫生政策 那我这边先提一下 其实卫生这两个字 是日本人来之后才推进来的 卫生这两个字其实并不是原来的汉字 它是日本汉字就是卫生 那我们现在就觉得已经习惯了卫生 其实就是卫生那两个字 那公医的工作还包括实施监督鼠疫跟虐疾等 这些传染病的整个防疫的政策 那还有比如说种这个天花豆 还有各种关于清洁的相关的法令 都被总督府视为卫生行政的重要的点 那也都是由公益来负责 所以总督府就招聘了在有关日本的医生 看他们愿不愿意来台湾担任公益 那其实你知道那时候要从日本派人来台湾 其实很困难的不管是来当医生也好 或者来当官员也好 因为日本当时就是他们急于要脱亚入欧 在明治维新之后 所以他们的第一志愿当然就是到欧美国家去 然后如果要到殖民地来的人 基本上他们有一种觉得是 你是不要命的才要来吗 就是有那样的概念 所以那时候愿意来台湾的人 其实相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如果以我们将心比心的话 我觉得都是 有没有不愿意我不知道 但是都值得我们现在回头过来 我觉得那时候愿意来到台湾的人 我们还是谢谢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人来台湾担任公益 在1897年有96名的公益就派驻来台湾 就像你现在说派到那个疫情严重的地方去 你愿意吗 类似这样的态度 然后在1898年7月 那总督府就制定了一个公益候补生的规则 1899年民政长官就指示 各地就成立了公益会 组成了全台的公益会 也就是把这些公益把它组织起来 这是有关公益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关于这个台湾医业的规则 那医业的规则就是规定说 你要取得许可证 你才能当医学 那要由政府来监督管制 所以你原来的医生 你就必须申请医业许可证 然后你才能来行医 那他这个里面的规定就是医师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要由日本的内务大臣发给医术开业许可证 然后由民政局长发给医业的许可证 然后第三条是要申请发给医业许可证 要检据你医术相关的履历书 还有由该地方的地方听 向民政局提出 第十一条是说 如果你没有领有这个医业许可证 或者你在许可证的区域外面 就是我是许可你在这一区 你到外面行医 要处25天以下的 就是等一下关起来 或者是25元以下的罚禁 所以这个叫医业规则 医业许可证 那这里就是回到我们上次介绍的那一位南大卫医师 他是在1896年11月29号到彰化 那他就创立了记录叫医业 那我们下面这里有一张 就是医业许可证 有没有看到 这张 这个就是南大卫医师 他有取得日本总督府 在台湾的这个台湾总督府的一个医业许可证 所以他才能够在台湾行医 那这一张就是我上次给大家看的这个照片 那另外一张我上次没有给大家看的是 南大卫医师不是在台湾 到了40几岁 然后认识他的夫人吗 然后他们就是在 应该是在淡水这个 头毛城那边结婚的照片 那这个就是有关这个南大卫医师 他有乖乖的申请了一张医业许可证 因为他来台湾嘛 当然就遵守当时台湾的法令 好 可是除了南大卫医生之外 当时其他的台湾人 虽然提出了这个医业许可证的申请 可是都被打不及格 所以你说认为说 你根本就没有具备充分的学士 还有技能 就没有办法被审查通过 不过 总督府 他其实虽然有公布这个 可他也没有严格的执行 因为大家都拿不到啊 你订了一个法令 然后全部人申请都不过 那个法令就跟没有定一样了 所以大家就照常职业了 所以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好 那另外呢 那你怎么办 你这么多严格的规定 所以他就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限定开业议 就是好 我限定你在某个地方 就是有比较偏远的 山区 那他们就有限定开业议 就是说 对申请者审查你的技术 但是限地域限时间 所以你暂时准许你执行医务 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最主要的是补充天远地区的 这个医师的不足嘛 那就是说 譬如说你教会医院 你就可以训练你自己的学徒 但是不准你在都市开业 你必须到乡下去开业 然后呢 每三年就要重新申请 那随时如果有正式的医师 你就被取代 就叫限定一 限定开业议的这个规定 好 好